越接近雙十節 全球各地的僑胞也加緊了反臺腳步 那麼世界華商經貿聯合總會 由各地區會長幹部組成訪問團 返國後首先拜訪僑委會 由副委員長呂元榮親自接見 而僑委會最近推出的僑胞卡 則成了現場詢問度最高的熱門話題 世界華商經貿聯合總會 由現任總會長 也是僑務委員黃正南率領 組團返回臺灣訪問 總會響應政府號召 第十五屆年會的會議地點 由泰國曼谷改為臺灣 將平日散居世界各地的僑胞們聚集起來 回到臺灣參加會議 同時觀光消費 刺激本地經濟 舉辦年會之前 世界華商經貿聯合總會 回到僑胞的娘家僑委會 由呂元榮副委員長親自接見 呂副委員長表示 華商經貿聯合總會的朋友 都是因為參加了僑委會 舉辦的培訓班成為校友 大家都是學長姐學弟妹 和僑委會的感情更是深厚 尤其重要的大家經常的把臺灣放在心裡面 經常的希望能夠藉由各種聯繫 各種的活動來連結臺灣 回饋臺灣 這一點我要特別代表僑委會 向大家表示感謝 總會長黃正南是泰國當地成功的台商 他特別感謝僑委會為了扶植僑台商 舉辦各項經貿研習課程 提供僑台商學習的原地 黃正南總會長強調 世界華商經貿聯合總會的會員朋友們 都是懷著感恩回饋的心回到僑委會 結束拜訪行程後 世界華商經貿總會將在基隆市召開 第十五屆年會 不少團員繼續留在臺灣參加雙十慶典 大家對於僑委會首次發行的僑保卡 相當好奇 僑商處長汪樹華也做了說明 團員們都期待早點拿到僑保卡 就可以立刻開始享受在臺灣的各項優惠折扣 臺灣宏觀電視張知晴李雲林 臺北採訪報導